这光靠晚上这儿酒水签 咱们连房租也付不起 是 可是谁白天喝酒啊 灵灵 最近我去周边的写的楼转了转 吃饭的地儿特别少 而且一到饭点就排大队 吃的也是千篇一律 不好吃 我经常吃 那饭才太一般 没办法当卫生物吃呗 能吃饱就行 李李 以后咱们中午啊 干脆给写字楼午餐拍送得了 要么来店里吃也行 反正就是闲着也是闲着 这样你能开点空调 让我凉快点 你这想法不错呀 我当然干这种事 又得一笔钱啊 干吗 我做不就完了吗 你会 你会做菜 我在非洲被人绑架的事 你知道吧 我跟你说啊 不到两个星期 我就瘦了二十多斤呢 后来我就跟劫匪商量 我做饭行不行 结果呢 不光是我胖了 连劫匪都胖了 我在非洲最大的收获就是 不管是什么食材 只要是能吃的 我都能做成美味人秀 后来我被解救的时候 好多鸡匪都哭了 说再也吃不到中国食物了 真的假的 是吗 你 当然是真的 我骗你干吗呀 你等等 我给你坐下 喂 你好 前程无忧啊 更新简历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已经有工作了 小生意 好嘞 谢谢啊 再见 你说这留言是不是有毛病啊 都什么时候还跟着瞎起哄 他就讨厌了 我看他不像无理取道 他跟你玩真的呢 走 这服装前头呢 这网本你一点都不懂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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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衣服你穿会不会太紧了 不会 挺合身的 有没有想一号啊 这个衣服没有了是最小的了 没有了 这个尺码的衣服您穿这么式 不用再想了 那洗完之后会不会变小啊 这件衣服不能用热水洗 都用冷水洗 要不然会缩水的 是吗 那就要这件 你有病啊 没几天好日子过了 再过来又我就变宽了变胖了 正常的衣服我都穿不了了 我得趁现在赶紧享受一下 搭上胖前的末班车嘛 再说这件衣服 我生完孩子又也都穿不进去 还能多次我减肥 听说现在奶粉都三百二十块钱 一罐了 你可得好好加油啊 放心吧 它可以的 服务员 快点 来啦 这什么 这太简单了 简单 尝尝 还不错啊 真不错 胖子你手艺可以啊 还行吧 这还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盒饭 从明天开始 挨个写作了我军送餐 开业初期餐免费试试 必须的 石玉 火一棒 来啦 你们俩干嘛呢 非得叫我下来 我那边办公室都订好盒饭了 你别说啊 还真有那么一些不一样 神经兮兮的 你们说什么呀 脸上是散发出一壶成熟女人的眉 胖子旁面膜让你改肤光滑血白粉 那你说什么呢你 我看到了 手工纱呢 没了 胡说八道什么呀 好严啊 你就招了吧 我招什么 招你跟胖子在杭州到底发生什么了 对 把你们俩犯罪过程详细地给我讲一遍 嗯 嗯 你是说胖子被绑架的事是吗 不是 说你们俩 我 我们俩什么都没有 真没什么 没有啊 我那天就是在杭州 然后我们俩都喝多了 然后就各回房间睡觉了 得了吧 我都看见了 你可真是编剧 都看见了 张口就胡来 你就是不说是吧 你跟胖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朋友 男女朋友 热恋中的男女朋友 我跟他还跟从前一样 你们俩找我就是为了问这个呀 可真够无聊的 我 我回去了 我办公室还有一堆事呢 王远 你这么靠的人 免费午餐不吃 肯定有问题 我订了盒饭了 骗子 你问他没有用 咱们得去问胖子 在胖子那儿比较容易突破 对 溫团 得去问 你没跟小北他们说什么吧 说什么呀 就是 杭州那天晚上的事 没有 我什么都没说 那就好 他们一定还会问你的 你可千万别说 不然他们俩不知道怎么吓唬我呢 我知道了 我什么也不说 那 那我挂了啊 不 来 胖子 郑老板 亲自擦桌子呢 请人不爱的花钱嘛 赶紧里面坐 莉莉呢 莉莉出去采购去了 你找她 我不找她 我找你 来 坐坐坐 坐来说 喝点什么嘛 不喝了不喝了 找你说点正事 胖子 有个事想求你帮忙 只要能帮上忙的 我一定全力以赴 哎呀 这不是不好意思说嘛 在求你帮忙之前 我们得跟你确认一个事 什么事啊 你跟王源 现什么情况 没 没什么情况 一切正常 就是还跟以前一样 嗯 朋友关系 没什么特别的 没有 嗯 这就好办了 文静 你说吧 我怀孕了 哎 我听莉莉说了 家里人还不知道呢 所以我得找个男朋友 带回家 不然我爸妈该怀疑了 嗯 眼看吧 就瞒不住了 我必须得给这孩子 找一名义上的爸爸 哦 但你看我一直在相亲吧 这么长时间 没一个合适的 明白了吗 我没 没明白啊 我能帮什么忙啊 你怎么那么笨呀 文静就是想 让你假装他男朋友 跟他结个婚 应付应付他爸妈 跟他结婚 你跟我结婚怎么啊 多好的事啊 买一送一的 我还有点陪陪上你啊 这个忙我 闭嘴 你必须吧 闭嘴 我 下来吧胖子 有什么呀 不就是见父母吗 不就是见家长吗 能怎么着 对啊 这有什么的呀 胖子我跟你说 你表现好一点啊 你看我这衣服 这发型合适吗 特别好 非常好 你跟我爸在一起 就千万别紧张 不管发生多大的事 有我在 别怕啊 怎么着 你爸还吓人啊 他爸就是气场比较强大 跟他说讲话的时候吧 有点心虚 可能以前当你脑袋惯了 对 所以你要注意 千万别露出破绽 一旦一露出破绽 你就死定了 死定了 大不了你挨顿骂呗 骂 骂 急了还会打你呢 打你不解析 还捉你呢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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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腿不太舒服 我去看看腿 别演啊 别演啊 不是 不是 你看我哭的时候来了 我怎么去买点水果吧 择日吧 不如壮日 过来啊 不是 放了 不是 别去介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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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们这真来真的呀 你们 胖子 你以为呢 我还以为你们开玩笑呢 本来是想跟你开个玩笑 让你跟我们说实话 结果你也没说呀 反正我也着急结婚 你就跟我假戏赠座吧 不是 文静 我真不能跟你结婚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你要再不说实话 你就只能跟我结婚了 胖子 你跟王源到底在航空怎么回事 招了吧 说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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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王源 上床了 什么 什么 上床 看见 看见 他 他 还真是 你看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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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们 罗总经过仔细考虑 决定降低佣金百分之五 这个折合可是全所未有的 我个人觉得很有诚意 什么时候 是等现在的合同到期以后吗 不 如果您同意的话 我们可以签一份补充协议 从下个季度开始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来执行了 不过我们有三个条件 你说 一是我们的合同期限需要延长 几年 三年 还有呢 二 这是一份保密协议 只针对凯盛 您不可以私下通知伟成的方总 这个我明白 你放心 我不会告他 第三 在我们和国外总部 谈判结束之前 您不可以与他们有任何的接触 这个我知道 您看这个让步您还满意吧 还可以 您这样吧 您让我考虑考虑 过两天我给您答复好吗 需要我多长时间啊 您这样 我看看我的日程啊 这样孙总 您看二号可以吗 二号 二号我有个接待 这样吧 三号之后可以吗 没问题 咱们电话联系 好吧 不打扰您了 来瓶最贵的 再给孕妇来瓶矿泉水 今天我买的 我身高一米六八 体重四十八公斤 我喜欢的生活是随遇而安 平时都是靠跟人打赌维持生计 什么情况啊 这么开心啊 我在模仿钟晓北接受记者采访的 这样子 你被采访了 不知道哪儿来的记者 当时旁边还有 不知道哪儿来的神经病 那我回头得看看呀 这就要火了呀 他居然把自己当成女明星了 红编剧 好 我这边收了啊 王源 他们都知道了 看见没有 这就是典型的 泄了真气以后的样子 累的 就是 以前当保姆呀 去卖酒啊 从来没见到这样不 可不 你们俩说什么呢 我们俩在讨论 一个女孩变成女人的过程 死胖子 这点秘密都守不住 你还真不能怪胖子 你都没看见他那彩样 差点就跑路了 行了行了行了 我招还不行吗 不 我们俩那天晚上都喝多了 这不是好事吗 干吗还吊着一张脸呀 胖不行啊 你说什么呢 我不是因为这个 我因为公司是 公司怎么了 老外要来国内跟我们谈判 但是会提前到一天 跟国内的经销商私下会面 他会在北京转机 我打算明天飞北京 跟他做同一半期回大连 争取在飞机上就说服他 有把握吗 没有 可是不能让他们俩见面呀 他们要是一旦见面 我们之前所做的努力 就白费了 不是根据合同 他俩本来就不应该见面呀 这也太无耻了 可是没办法 他说他见朋友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他们是在谈业务呀 是很过分 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 是不是只要不让他们见面 这事就成 对呀 可是他们俩肯定是提前约好的 什么时候到啊 后天 你有什么办法呀 别吵 别吵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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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回回都是我 为什么不能是你 我一个男朋友 他不行 那不能回回都是我 那行行我出我出 一 二 二 就这么定了 明天你就放心去北京 要在飞机上能搞定最好 搞不定 我们就直签避选方案 这样能行吗 那还能怎么办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值得一试 不是这头等舱 可是头等舱机票好贵啊 我好心疼啊 忙忙我告诉你 人得往前看 你舍不着孩子 你套不着牢 我哪老板得也 你要搞不定这老外 你的工作能不能保住 还是个问题 这点钱算什么 老胎 抱歉啊 宝宝妈妈有点激动 就你这点出息 行吧 那个 我先回去了 我回去准备准备 胖子 送你家王媛回家啊 我是个孕妇 我先走了 送啊 送啊 小北 我先走了 慢点啊 王媛 你生我气了啊 我跟你说了 别让你告诉他们 你为什么 还是要告诉他们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想说 可我要不说 韩文静把我拉上去 结婚了就 你有病啊 韩文静能看上你吗 我怎么了 我也不缺胳膊 少腿的我 你也不想想 韩文静就算是拉人结婚 也得找个跟自己 般配的人 那我不知道 我当时真的是害怕了 那你想过我吗 你知道我什么感受吗 你知道他们俩怎么 笑话我的吗 他们俩也不是恶意的 过两天也就忘了 再说 以后他们也会知道的吗 以后 我本来觉得你挺可靠的 我没想到你也这么没出息 这点秘密都守不住 你谈什么想来说什么以后 我拿什么相信你啊 我们已经 在说小北说你 是 我是跟你 那又怎么样啊 你 这能代表什么吗 就我 我必须要跟你在一起啊 不 王游儿你别生气 你听我解释 你别着急啊 我会对你 对你负责的 负责 你没吃药吧胖子 我用得着你负责吗 这么多年 一个人都过来了 我一个人工作 一个人生活 我已经都习惯了 我本来以为你值得托付 你值得信任 可是没想到你也是这样的 是我错了 我才有病 我才应该吃药呢 干吗 干吗 忙完了吗 我想跟你谈谈 说吧 我这两天仔细地想了 樊斌 李李 李李 小北 我刚才看见那个胖子了 为什么他不理我呢 什么情况 小北 小北 干吗 我 我来就是 来祝福你们 新婚快乐 白头偕老 海枯实辣 喝 喝什么喝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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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喝呀 老规矩 三杯 三 四 范冰 范冰 大了 怎么办啊 他现在住哪儿啊 我不知道啊 要不然把他送回他父母那儿吧 这也太晚了 不好吧 父母该担心了 那怎么办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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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吧 要睡会儿 来 估计天亮前他是醒不了了 今晚你就让他睡点吧 你刚刚不是有事跟我说吗 什么事啊 范冰跟我说过两次 说咱们俩快结婚了 什么情况啊这是 你就不用保密了 戒指我都不看见了 什么戒指啊 就你旅行箱里那戒指啊 我不是故意犯到 我那天不小心就看见了 你是说那金戒指啊 那是我妈的 你妈的 我妈给我妹的 你妹的 不是 那怎么戒指里有个 英文字母贼啊 这不是周小北的周吗 我妈姓张 工厂长贼嘛 打糖 小 小北 我去吧 我去吧 我 西班尔 我家我家你不在 пар市场上 我以为你ット斯 Watson 我今次拿出来 你当然最后面子 你不在乎ся 我家你不在乎 你会这样开拍拍啊 回头 李宁 起床了 我怎么在这儿啊 说 再说 我不了解你啊 喝完酒第二天醒得比谁都早 咳嗽了 喝完了赶紧上班吧 都几点了 辞了 辞了 对啊 那你现在做什么呢 什么都不干啊 我能在你这儿住几天吗 怎么 不方便啊 不是啊 你觉着咱们俩现在的关系 你住过这儿好吗 行 我知道了 你现在住哪儿呢 李蕊把房子退了 我没地儿呢 没事儿 我在找房子呢 你现在住过这几天吗 反正我也不经常回来 找到房子一会儿再走 谢谢了啊 哥们 说那么多干吗呀 刚去北京那会儿 住你宿舍大半年呢 走了啊 对啊 你有钱吗 借我点 快点儿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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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那天就还你啊 走 老伴 下班了啊 嗯 你不是让我下班以后 过来一趟吗 对啊 坐 我有个事要向你请教我 怎么了 是这样的 酒吧白天生意特别不好 我跟胖子准备 往写色楼送餐 挺好啊 回来了 怎么样今天 全送出去了吗 送上都送出去了 可不知道人家吃不吃 我找你来就是因为这事 胖子送了两天餐 反应特别不好 和人都接了以后直接扔了 好 你们那盒饭长什么样 让我参观一下呗 还有吧 上两盒 给我吃吧 咱们俩这两天中午晚上 都吃这样 这卖相也太差了吧 卖相怎么了 好吃不就得了吗 人家根本就不买 怎么知道你好吃啊 我 我觉得王源说得对 你不是去日本考察过吗 人家的便当长什么样啊 你就不能跟人家学学 对呀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你要从配菜上下功夫 要打绿色菜健康油的概念 色香味俱全了 我就不信没人买 王源 你太有商业头脑了 你跟胖子要是在一起做事 什么事都能成 你们俩天生绝配啊 咱们这件事要是成了 马上开一个独立的餐饮部 怎么样 行 就这么定了 明天我接着送 那个多印点宣传册 然后咱们挨个楼发一下 你好了告诉我一声 我拿到公司那边去 我上班去了 好 谢谢 有空常来 我是客人吗 不是啊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吐了一地 我跟莉莉一直收拾到半夜才回家 喂 胖子 怎么了 我在文京工作室呢 那你过来吧 干吗 我也不知道 怕我说她要过来 你刚才说去哪儿了 后来呢 后来 没后来了 后来我们俩谁也没再提这事 我连走吧都不好意思去了 妈 你都笑了快一个小时了 一会儿被抽筋了 好 我不晓了 我不晓了 那我采访一下你就叫白同学 你现在对婚姻是什么 看不完啊 我现在对婚姻吧 其实就像咱们小时候吃那爆米花 你记得吗 就最后都有 那一下 其实我现在的感觉 跟那个时候挺像的 就是既期待又害怕 不过 期待多过于害怕 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吃一亏不知道长一致 也不知道跟我学学 那你学什么呀 为婚先运啊 对不起 你不要搞错啊 我是不婚先运 你爸你妈 没闭着你相亲吧 那胡不提提那胡 天天闭着我 不是相亲交交男朋友 不是给我看这牌 就要看八字烦死我了 让他们俩知道 我现在已经怀孕了 估计我的天就烫了 算了 别说这事了 咱们还是把王队的工作 浪听了再说吧 不 你不会是要打人吧 你不会是要打人吧 谁让你输来着 我跟你说 王源现在属于典型的脑羞成怒 她上背筋没有 让她回来 好好教训一下她 你别在这个时候添乱了 我觉得王源生气 也不全因为这个 那还为什么呀 胖子你不知道吧 这两天对于王源来说 特别关键 关系到她的前途 咱们就别添乱了 这么重要啊 不知道啊 太重要了 估计啊 你也是被她当成 一个排泄工具了 你也想说发泄工具吧 发泄工具 胖子 这样吧 咱们这段时间 先别添乱 等过了这段时间 我帮你们俩和好 真的 害她 你要干吗 你吓死我了 我想跟你结婚 你是不是有病 直走左转再右转进行毕业 我是认真的 我觉得我得帮你 谁帮谁啊 不不 是你帮我也行 是 就是我觉得咱俩得 一帮一对对红 你看你是想给孩子 找个父亲 我呢是因为我妈身体不好 她老害怕她在有生之年 她抱不上孙子 所以她老逼我 我又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我想了想去咱们俩 是最合适的 我是假结婚 你要想结婚找别人去吧 你假结婚你 小个人说 你就算假结婚 你也不能那么随便吧 你也得差不多点 找个知个知底吧 你现在这么黑灯下火的 乱相亲我都替你担心 你说 万一那个人要是有家暴呢 他喝点酒他对你 对你还好 要是对孩子 你说的我真是没想到啊 对 那你怎么能保证 你就不是你说的这种人呢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知道吗 我还不知道 是 我承认我大学的时候 我是耍过你 再说一遍 我不提了 我那时候是年幼无知 但是现在我不一样了 我 我是真心喜欢你 我保证这就是我的亲生孩子 再说一遍 不是 我保证我会对象 亲生孩子要对的 你说的是真的 对天方式 行吧 我知道了 我现在有个重要的任务 后天再联系你了 好好好 慢点啊 我等你电话啊 坐在一床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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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请坐 请坐 先生 是的 您是 您会说中文啊 会听 简单的也会说 真好 我是浩大集团 罗总的助手 我姓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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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提前来中国了 为什么不通知我们一声呢 我好到机场去接您 显得我们太失礼了 没关系 我们待会谈安排在明天 今天我是来见一个朋友 说到会谈 我们刚跟国内最大的经销商 达成了新的协议 是吗 凯胜的孙总 您认识吧 好像听说过 我们合作了很长时间了 而且一直都合作得很愉快 对于新的协议 我们双方都是非常满意的 这样 那祝贺你们 谢谢 你晚上有时间吗 需不需要我们给你 安排一个欢迎宴 不需要了 我已经约了一个朋友 然后明天我找时间 拜访罗总 那既然是约了朋友 就不打扰了 需要我帮您订酒店吗 不用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想休息一下 不好意思 请不吝点 你怎么搞的 实在是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这有纸 我这有纸 来来来我先帮你拿下 帮你拿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实在是对不起 对不起啊对不起 对不起 下次注意一点 真的对不起 陈老师借我用一下 陈老师借我用一下 去哪儿啊 挂着着吗 我没开啊 什么你没开庭门口 去哪儿啊 我给王源称面子 注意安全啊 好 好 好 你好 你来位 看吧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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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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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您好 您是 您好 我刚跟您通过电话 我姓周 我想起来了 您是鲍威先生 在国内的临时翻译吧 鲍威还没到啊 我的助理就去接他了 应该很快就到了 去接他了 可是鲍威跟我说 他下飞机要临时去个地方 让我先过来这儿等他 是什么地方来着说 他去哪儿了 什么时候到啊 没说 现在老外都这样 我见多了 一来跟中国人谈生意吧 就好像高人一等 喂 人接到了吗 不是 飞机已经降落了 我说你这办的什么事啊你 快去找去 这老外吧 还有一特点 就出门不爱戴手机 我跟孙总约好了四点钟见面 为什么他还没到啊 他呀 他这个人吧就是 时间观念特别差 那个早有天吵的 你能不能帮我打个电话 催一下 打电话 好好 打电话 孙总啊 你什么时候到啊 包卫先生都急了 好好好 那我那我跟他说 你快点啊 拜拜 怎么样 他在见客户 说大概还得一个小时呢 太不熟识了吧 就是 太不熟识了 他老婆生孩子都迟到 别生气啊 我就知道他怎么会 我可以容易上海面 你说我就跟你在这家里 这位个人 verme 穿 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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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外怎么这么不守时啊 是啊 我这种事见多了 我跟你说 上次我接了一英国的 那人简直傲慢无礼 就跟我欠他钱似的 那你还给他干啊 没办法啊 家里弟弟要上学缺钱呗 你看你看啊 就是国人企业 不争气啊 就是 我跟你说啊 我干了这么长时间 算是看透了 这些老外啊 没一个好东西 把多少人都坑了 所以能不跟他们做生意 千万别跟他们做生意 老原 孙总 怎么去那儿了呀 好好好 我这里带人过去啊 拜拜 怎么了 实在不好意思 临时换地方了 我开车带您过去吧 迟到就算了 为什么要换地方啊 对 我也不知道啊 我们老板就这脾气 多变 天哪 走啊 怎么搞的 带您过去 好 我们在这里 我必须去洗衣服 来了 孙总 你好 先生 波维 这是先生 孙总 孙总对 波维先生 没想到孙先生 是一个特别不首识的人 会说中文